哈利王子的自傳 備胎開賣 在全球造成搶購風潮 但格格與嫂嫂似乎不受影響 首度公開露面重返工作崗位 但故意忽略記者的提問 哈利新書自從開賣之後 在美國 加拿大和英國 第一天就賣出了143萬本 超過了美國前總統 歐巴馬2020年發行的回憶錄 創下了金氏世界紀錄 英國媒體報導 英王查爾斯認為 哈利被梅根迷惑 以至於無法看清 為了拯救兒子 傳出他會提議給梅根 五千萬美元 大約15億台幣的離婚協議金 要求梅根放棄哈利 查爾斯表示 由於梅根很貪婪 這筆錢會打動他 夠他用下半輩子了 據說這一筆錢 還包括了對兩人子女的 撫養費 而梅根還能保有 公爵夫人的頭銜 我沒有認為我們 能夠和我的家庭 能夠和我的家庭 除非真正在外面 查爾斯會願意砸下15億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哈利聲稱由於長度的考量 他廢棄了一半的最後手稿 而這顯然意味著不久的將來 另外約400頁的爆料 可能會再度的出版 這讓查爾斯被感壓力 擔心過去他與大安娜 混亂的婚姻 還有女王夫妻不目等內幕 都會再次被攤在大眾眼前 記者送訪到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 按摩